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区别 有许多人以为基督教是从天主教分出来的新教 这种思想和看法是错误的 到底两者的区别和联系分别是什么呢 基督教的基本组织被称为教会 基督教认为教会是全体在世和以死基督徒的总体 天主教会的组织形式严格集中 它重视教阶制 教阶制分为神职教阶和治权教阶 天主教的洗礼是具有处罪功效的仪式 认为洗礼可洗去人的原罪 基督教的洗礼是见证现在的我不再是我 而是与耶稣基督的生命联合 与他同死同复活